全球华人都关注此次的九合一大选 因此有侨胞还专程飞到台湾投票 洛杉矶的泛兰支持者也齐聚一堂 并且热情迎接洛杉矶版的韩国鱼道场 盼望台湾的民众选嫌宇能 让蓝天再现 经过第二次的政党轮替以后 我们没有想到很快的 这个蔡英文政府呢 她就失去民心了 所以现在主要的是因为 这次如果选举 人民可以反映出 她对执政党 她所带给人民的痛苦 她表示很愤怒 所以我想这次的选举 我们中国国民党有责任 努力地求改进 将来的话呢 有重返执政 该带给人民幸福的那一天 这次也是韩国鱼的寒风带起来 因为韩国鱼这个人呢 跟国民党呢 做法不同 所以我希望这次的公平竞争 不出奥过 显示一位好的司长 宪长出来 最夯的声曲夜袭唱起来 现场北凡气势 这样还不够 神秘嘉宾登场 洛杉矶版韩国瑜亮相 现场更是海帆天 洛杉矶斑蓝支持者希望 借由这场选举 希望两党能够情职恶斗 一切以台湾人民的福祉出发 能够选贤与能 东西新闻彭的杨明俊 在洛杉矶的 上海报道 祝侍 在洛杉矶的